经过文景二帝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西汉王朝迎来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 第一个太平盛世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下的汉朝 百姓安居乐业 国库充盈富足 然而繁华背后危机四伏 那么盛世下的汉朝究竟暗藏了哪些危机 这些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他们又会对汉朝之后的发展 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 即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第十一集 不测之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文景之治下的汉朝 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 法治昌明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呢 越值得有国者提高警惕 北宋苏东坡有一篇著名的史论 叫朝错论 开头又说 天下之患罪不可为者 名为置凭无事 而其时有不测之忧 治理一个国家 最危险的是什么呢 表面上繁荣安定 太平无事 而实际上却有不测之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的等到那祸患已经爆发了 人人都看到 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去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 那也没辙 但是太平盛世之患 就好像我们人体处于一个亚建纲状态 第一 具有隐蔽性 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 第二 具有全局性 好像你觉得哪儿不对 但你真要着手去解决 又不知从何下手 第三 具有麻痹性 人人都贪恋太平 不愿意揭开伤疤 直面现实 因此 只有具备大智慧 大勇气 大手段的人 才能够切重病造 才能够防患未然 这样的人物 整个有汉一带四百年 包括东汉在内 就我自己而言 只看到两个半 第一个 是文帝朝的洛阳少年贾怡 第二个 是武帝朝的一带儒宗 董仲书 还有半个 是景帝朝的智囊朝措 为什么说它是半个呢 因为我觉得朝措看到了问题所在 但是他提出那个对策呢 治标不治本 而且提前促成了七国之乱 他自己最后也死于非命 所以我给他算半个 这两个半人 将构成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角 这里先埋个伏笔 我们先来讲讲 汉朝文景之治之下 究竟有哪些不测之忧 文景时期的不测之忧 就其大者而言 有三个 第一 诸侯做大 刘邦开国的时候 先是封了一堆功臣 为义姓诸侯王 像什么韩姓 英部彭月 后来他亲自动手 将之一一消灭 同时封自己的子侄 为同姓诸侯王 我们以其中的吴王刘璧为例 刘璧是刘邦的大侄子 是他兄长的儿子 当年才二十岁 史记上面记载了一个传说 说刘邦封刘璧为吴王 突然间又心血来潮 给刘璧看了个像 看完以后大吃一惊 此人面有反向 刘邦心中后悔了 但王都已经疯了 无法收回 君无戏言呀 刘邦就拍着刘璧的背 对他说 五十年以后 东南会有一场大乱 该不会是你小子吧 刘璧吓得是满头大汗 连说不敢 那汉朝控制诸侯王 防止他们造反 有什么办法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纳质子 就是把你的太子 抵押在长安做人质 等老诸侯王死了 才把太子给你放回去 做下一任 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 诸侯王最看重的 就是太子了 他是这个国家 全部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第二个约束措施 就是诸侯王定期要到长安 去朝见皇帝 如果你有反性 那就当场把你抓起来 这两个约束呢 都很软弱 而且很快就对吴王 不管用了 先说纳质子 吴太子抵押了长安 有一次前没事 跟汉文帝的儿子 汉太子留起 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两人一块下棋 汉太子呢 棋迹差 下几局输几局 一把都没赢过 吴太子虽然奇迹还可以 但奇品太差 嘴碎 一个叫做羞辱汉太子 说的汉太子是恼羞成怒 操起棋盘就猛砸这吴太子 哐哐哐连砸了几十下 等到汉太子冷静下来的时候 吴太子已经被拍扁了 拍成一个平面图形了 死了 汉太子一看 惹下滔天大祸 扔下棋盘 赶紧跑去告诉汉文帝 老爸 我大事不好了 我把这吴太子给拍死了 汉文帝勃然大怒 你这小子 你床下如此弥天大祸 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呢 你这让我怎么跟汪交代 如何跟天下诸侯交代 天下诸侯以后还如何服我呢 你这样怎么办 那下不为例吧 就派人把这吴太子 送回吴国 吴王勃然大怒 拒收 说死在哪里 葬在哪里 吴太子的尸体 又被运回了长安 从此以后 吴王就称兵不朝了 第二个约束手段 也就不管用了 吴国靠山面海 吴王驻山为铜 渡海为银 私自发行货币 吴国的老百姓 一律免税 反正我有的是钱 同时 吴王暗中招降纳叛 谁要在汉朝领土上犯了罪的 来我吴国当兵 我提供庇护 好吃好喝的款待人 这样一来 吴国财力越来越雄厚 兵力越来越强大 像吴国这样的国家 在当时的汉朝还有很多 汉朝广袤的领土 一半以上 都被这些诸侯国占领着 中央朝廷 无法实施 直接的管辖 汉初 搞无为之日 对这些诸侯 无能为力 诸侯日益做大 与汉王朝的矛盾 也日趋尖锐 矛盾一旦爆发 轻则生灵涂炭 重则富家亡国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就是汉朝的第一个 不测之忧 文景之治时期 朝廷除了要时刻防备 诸侯王的突然倒戈 还需要提防另一类人 那就是民间不断涌现出的 豪强游侠 避免他们成为 威胁中央政权的 又一大隐患 那么这些民间的 豪强游侠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说 他们是汉王朝统治的隐患 西南政法大学 秦涛博士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一集 不测之忧 第二 豪强横行 在汉王朝 可以统治的那一半 灵徒之内 也存在着 很大的统治隐患 我们前面讲过 汉朝搞无为之志 收缩权力出脚 对一些小打小闹的小官司 能不管就尽量别管 国家做了甩手掌柜 但是民间总有纠纷啊 总需要解决呀 怎么办呢 无为之志 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由地方豪强迅速崛起 予以填补 所谓豪强 在史记之中 又称为游侠 是靠武力来主持公道的人 官府不管 我们管 这些人武断相取 凭借武力 私设地下法庭 维持地方秩序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 是汉景帝时期的 洛阳大侠剧梦 景帝时期 吴王刘碧 煽动了七个诸侯国 联合造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吴楚七国之乱 朝廷就派名将周亚夫 前往平叛 周亚夫来到前线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第一时间派人去洛阳 看看洛阳大侠剧梦 有没有被吴楚七国拉拢 时尚回来报告 说着剧梦还在家里面待着呢 没有被吴楚拉拢 周亚夫大喜过望 史书上说 天下骚动 大将军得知 若亦敌国云 当吴楚七国之乱 天下骚动之际 大将军周亚夫得到剧梦 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国家的帮助 剧梦的势力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 再举一个例子 五帝朝的郭谢 郭大侠 此人短小惊悍 一搏云天 同时又残忍阴毒 有一次呢 洛阳地方上 有两个黑社会大佬 发生了冲突 搞得地方上鸡犬不宁 当时剧梦已经死了 没人压得住 官府也摆不平 洛阳地方上的几个大佬 就出面调和 说你们别打了 伤害大家利益 这两个人完全不听 一定要打个你死我活 洛阳地方上大佬没办法了 只好派人来长安 请郭谢 郭大侠出面 郭谢呢 连夜他就秘密地赶到洛阳 劝说这两个人和解 这两个大佬 当场就和解了 这倒也不是说 郭谢口才有多好 郭谢就说了一句话 你们俩和不和解 这两人当场搂拨在一块 和解 当然和解 本来也没什么大仇 大家都是好兄弟 和解 郭谢又说 你们先不要和解 之前洛阳的几位大佬 出面调解 你们不肯和好 现在我一来 你们就和好 这样一来 本地的大佬 太折面了 将来还怎么在这一片混 这样 我先回去 今晚我就回去 你们两个先别和解 你们当我没来过 你们明天再请洛阳 本地的大佬 来调解 当着他们的面和解 这两个大佬呢 在洛阳地面上 好歹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郭谢面前 却跟小学生一样乖 连连点头 由此可见 郭谢的势力之大 后来汉武帝 想要杀郭谢 犹豫不决 到底杀不杀呢 结果大将军魏清 出来为郭谢说情 汉武帝大吃一惊 这个郭谢已经通天了 不可不杀 这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把他给杀了 像郭谢这样的豪强 整个汉王朝到处都是 他们生杀与夺 武断相取 控制了地方 成为汉朝的 又一个不测之忧 内忧未了 外患又起 位于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 匈奴逐渐强大 对西汉王朝虎视眈眈 多次派兵南下 骚扰边境 挑衅朝廷 那么在西汉时期 匈奴为何如此猖狂呢 面对匈奴的挑衅 当朝统治者又是什么反应呢 第三 匈奴敬犯 秦汉之际 北方的大草原上 也有一个游牧帝国 正在崛起 这就是匈奴 当时匈奴出了一个杰出领袖 叫莫独禅瑜 莫独还在做太子的时候 眼瞅着中原 秦朝那么强大 而自己的父亲老禅瑜 却不求上进 心里面干着急 怎么办呢 他手下只有一只骑兵卫队 人数很少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制作了一只鸣笛 就是响剑 你把这只剑射出去 借着风势 这个剑像哨子一样 会发出非常嘹亮的声音 莫独就给他骑兵队 下了一条命令 从今往后 我这只剑射往哪里 你们的剑也要射往哪里 这是一条法令 各位 一条法令颁布以后 立刻就能生效吗 当然不能了 我的剑往哪射 你们的剑也得往哪射 听上去很明确 一点奇异都没有 但是骑兵队 没几个人 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还要经过 反复的实践 反复的训练 莫独 带着这群骑兵出于打猎 他一剑射像一只小兔子 几十只剑一块射向那只小兔子 莫独再一剑射向小鹿 几十只剑一起射向小鹿 没有一个犹豫了 莫独一剑射向自己的爱马 结果骑兵队 有人就愣住了 有的人剑射了 有人没敢射 莫独就把那些犹豫了 没射的人全都抓起来 杀了 重新再把兵员补充满 有一天 莫独又一剑射向自己的老婆 骑兵队又愣住了 有的人剑射出去了 有人没敢射 莫独又把那些没敢射的人 全都给杀了 经过这几次实践之后 骑兵队终于明白了 那句法令的真正意思 我的剑射向哪里 你们的剑就要射向哪里 那意思真的就是 无论我的剑射向哪里 你们都得射向哪里 后来 莫独冷不丁 一剑射向自己的父亲老蝉鱼 那些骑兵队见无虚发 一块射向老蝉鱼 把老蝉鱼射成了一个刺猬 政变成功之后 莫独禅鱼掌握了政权 就在这个时候 中原刚刚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 刘邦消灭了所有的军阀 干掉了劲敌项羽 瞪着一对血淋淋的眼睛 拔刀四股心茫然 还有谁 结果他一眼瞟道 长城对面 有一个莫独禅鱼 跟他嬉皮笑脸 就率领四十万大军北上 打算借此余威 消灭匈奴 结果呢 刘邦在白登山这个地方 被匈奴人给包围了 底三层外三层 围了个水泄不通 差点被活捉 后来毛氏成平 用了个计策 才得以脱身 这个事件 被汉朝人视之为 白登之耻 此后 只好用和亲的办法 就是把我一个宗室的女儿 比如刘邦自己的闺女 嫁给匈奴蝉鱼 再送上金银财宝 花钱买和平 等于就签订了一个 不平等条约 即便如此 凶多人还是经常骚扰边境 侮辱汉朝 比如像吕后执政的时候 墨诺传语给吕后写了一封信 说陛下独立 孤奋独居 两主不乐 无以自愚 愿以所有 亦其所无 我是个官夫 你是个寡妇 我很无聊 你也无趣 不如我跟你好 你跟我住 这个就是赤裸裸挑衅了 吕后的妹夫 大将烦快叫嚣 太欺负人了 请陛下给我十万兵 让我横行匈奴 当时就有大臣 出来给他泼冷水 当年高祖皇帝 精兵强将四十万大军 尚且有白灯之耻 当时怎么没见你横着走 你现在跟这说什么大话 你也不怕闪舌头 万一激怒匈奴 真的打过来 你去横着走 顶用吗 汉朝将会永无宁日 吕后没有办法 只能够低声下气 回了一封信 大仪是说 我现在呢 年纪大了 没法伺候大王您了 还是让那些 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伺候您吧 就加倍地送财宝 送美女 莫独禅云呢 实际上对于 吕太后也没什么兴趣 就是调戏一下 点到为止 现在得了好处 也就暂时消停了 后来 匈奴对于汉朝 是打打停停 骚扰不断 这个是汉朝的 第三个独测之忧 此时的西汉王朝 表面看似一切太平 实则却陷入了 内忧外患的困境 日益做大的诸侯 横行霸道的豪强 还有虎视眈眈的匈奴 他们不仅影响了 当时社会的安定 甚至威胁着 西汉政权的稳固 那么文景之志 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 不测之忧呢 在当时社会 又是否有人能意识到 这些不测之忧的存在呢 西南政法大学 秦涛博士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秦王汉兴的法制规律 第十一集 不测之忧 自从西州崩溃以来 历经春秋战国 直到秦朝 整个大转型时代 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 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真正的解决 秦始皇本人 雄才大略 聪明过人 但他只是完成了领土的统一 确立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基本规模 完成了最基本的第一步而已 至于其他那些或明或暗的问题 不但没有解决 反而变本加厉 汉朝初见 汉成秦治 全盘接收了秦朝制度 当然也就接收了秦朝制度 带来的种种弊端 汉朝初年 无论是萧归曹随 还是文景之治 在继承秦法的同时 是如何避免秦法之弊的呢 那无非就是一个托自觉 秦朝废除封建 对于边远地区边长莫及 那我就把地盘暂时分给诸侯管辖 任由诸侯坐大 秦朝实行俊宪制 一杆子捅到底 管得太宽了 那我就做甩手掌柜 我暂时把地方秩序丢给豪强 丢给游侠去维持 任由豪强横行 秦朝为了驱赶匈奴 北驻长城 滥用名利 那我就暂时用和亲托儿 我花钱买和平 任由匈奴敬犯 这个托自觉 一方面缓和了矛盾 让秦朝在短短15年间爆发的矛盾 拉长到半个世纪 去细水长流 另一方面来讲 也积累了矛盾 孤兮养奸 到文景之志的后期 我们放眼中国大帝 长城以外 是虎视眈眈的匈奴 经常越过雷池 直逼长安 长城以内 汉朝的领土和人口 有一半掌握在诸侯王手中 根本无从 直接支配 剩下那一半土地呢 遍布着大大小小的豪强游侠 像螃蟹一样在你脚下 横行霸道 他们凭借武力 私设地下法庭 维持法外秩序 当此之时 文景之志下的汉朝 表面上好像人间天堂 而实际上微如雷软 普通人在这里 醉生梦死安享太平 而真正有眼光的人 却看到了岌岌可危 不测之忧 董仲书写了一篇 事不欲付 感叹 生不丁三代之圣龙戏 以二丁三纪之末俗 我不信啊 没有赶上夏商西州 那样的黄金时代 却赶上了衰世 末世这样的暗无天日 董仲书说这个话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文景之志 真的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末世 事实上 文景时代是中国历史上 最好的时代之一 起码比秦朝那是要好太多了 但是 未来的进步 源于对现实的不满意 而对现实的不满意 正是以历史为坐标 观察的结果 正因为秦朝君臣 否认历史 认为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所以秦朝的进步 到此为止 正因为汉朝的有识之事 懂得以历史为鉴 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糟的时代 所以汉朝还有进一步往前前进的可能性 文景之志之后 才能够又接续一个辉煌的汉武盛世 这个不是董仲书一个人的观察 无独有偶 早在董仲书之前 就有一位翩翩少年 目光如炬 指出了时代的问题所在 此人 十八岁出道 二十岁面圣 三十三岁 郁郁而终 流星般的一生 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上 划下了一道耀眼的光辉 他就是洛阳少年 贾怡 关于贾怡的故事 我们下一集再讲 谢谢大家 文景之志下的汉朝 社会安定 法治昌明 贾怡却洞察到繁荣表象之下 隐藏的巨大隐患 那么他究竟发现了怎样的时代危机 下期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王汉兴的法治规律 第十二集 洛阳少年